阿弥陀佛 尊敬的最大的童修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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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无量寿经 请大家先开注解 四百九十二页 四百九十二页 请看第七行 有书超约 由耳之所闻 为是诸佛如来万得鸿鸣 菩萨声闻 即诸天善人种种加号 曾无三恶明字 立而根故 耳中不闻恶明 故曰 无不善明也 这是联治大师 在弥陀经书超里面 给我们介绍 极乐世界一个殊胜的状况 就是在那边呢 我们绝对看不到 不善的事情 也听不到 不善的明 那换句话讲 整个极乐国土 都是 纯净 纯善的 有如 阿弥陀经约 祈福国土 尚无恶道之名 何况有识 是诸种鸟 皆是阿弥陀佛 欲定法因宣流 变化所作 这是引用 阿弥陀经里面的一段经文 告诉我们呢 极乐世界 那些众鸟 也不是真的动物 他们不是出生到里面的众生之一 他们是怎么来的呢 这里告诉我们 都是阿弥陀佛 变化所作 假如我们这边的鸟 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 那也蛮好的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这个停车场 上面呢 有一个鸟巢 鸟巢里面有三只小鸟 好像是喜鹊 现在是春天吗 他们也生儿育女 那我们这边是 有情职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 可是极乐世界呢 这些鸟不是欲望产生出来的 不是业力变现出来的 全是阿弥陀佛功德愿力变现的 一个是愿力 一个是业力 这个相差非常大 受用 也是迥然不同 凌峰大师 与此更有妙节 凌峰大师就是偶遗大师 他曾经在凌峰 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后人呢 尊称他为凌峰大师 在《弥陀经要记》里面有一个问答 问 白鹤等非恶道明也 那《弥陀经》上讲这个白鹤等等 难道不是恶道明称之一吗 像经上就讲到嘛 白鹤 孔缺 鹦鹉舍利 加灵贫禽 共命之了 这是《弥陀经》上我们看到的 那他们不算是恶道之名吗 我给大师回答 既非罪报 他们不是造了恶业 得障一个恶报 那换句话讲 他不是业力所感的 而我们六道众生呢 全都是业力所感 初分的话 三善道 三恶道 上品十善 升天 中品十善 来到人间 做人 下品十善 是阿修罗 而阿修罗 挺有意思的 他在我们人来看呢 他那个善 其实修得蛮不错的 那比我们人要好多了 算是上善 那为什么也把他归到下品十善呢 比我们还要差呢 是因为阿修罗有严重的傲慢 他好胜 嫉妒心很强 所以他虽然是修上品善 但是呢 就把他贬到下品去了 在人道有阿修罗 天上有阿修罗 畜生道 鬼道都有 地狱道没有 那人道 阿修罗 那就太多了 那些发动战争的 领导人 可以说呢 就是属于这个阿修罗 那在佛门里面 我们有没有看到类似的现象呢 如果说这个参加法会 几个功德主上香 如果把他排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 他不高兴 他还排在第几上香呢 当然他不可能第一个嘛 第一个一定是祖法和尚了 那祖法和尚上完香之后 他希望自己是第二个 他一定要在功德主里面做第一个 那排他在后面 他就会生气啊 这就是阿修罗的烦恼习气 所以佛告诉我们呢 这个贪嗔痴慢 都要把它减少 都要把它消除掉 则一一名字 皆全如来功德 所谓旧敬白鹤等 无非信德美称 其恶名哉 这是欧益大师所解释的 下面还讲呢 其意如下 今云 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 白鹤孔雀鹦鹉舍立嘉陵平且共命之鸟 故或问约 就是有人提问 彼国既有白鹤等了 则白鹤之名其非 恶报之名也 要解答悦 今云 辱物为此鸟 实施罪报所生 这句话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所以我们大家不要误会 基督世界还有真的白鹤 嘉陵平且共命之鸟 这些动物存在 不是的 他们都是什么呢 都是弥陀用神力变化出来的 所以白鹤等既非 罪报所生 则其假名亦非 恶名 你看哦 它不是真的哦 是假名吗 就是给它取个名称 哦这个叫做白鹤 它并不是真的恶名称 是诸鸟等皆如来 性德所显 所以您在基督国土啊 看到那么多的鸟类 全是阿弥陀佛变化出来 供养大家的 故其名字乃表如来 性德 正是美好 焉可视为恶名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把 经上所说的白鹤孔雀 鹦鹉色利 嘉陵平且共命之鸟等等 都看出是什么 恶名啊 您这样想 那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极乐国土 这些鸟不是罪报生的 都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 威神之所变化 说的简单一点 那些鸟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阿弥陀佛能力之强大 一般凡夫没办法想象 我们凡夫嘛 刚刚才往生到那边呢 那个烦恼稀奇重啊 我们爱好啊 想法很多 阿弥陀佛呢 都能够投其所好 都能够满足啊 我们种种的欲望要求 你看我们呢 刚刚到基督世界 如果说一天到晚都坐在讲堂里面 中规中矩的坐在那 听佛讲经 我们会觉得 这压力太大了 太约束了 那菩萨呢 想到讲堂外面 祈宝池或者是草地上 躺下来听经 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 那这个时候阿弥陀佛 为了要度这个菩萨 他怎么办呢 他可以变一只白鹤 就走到他的面前 飞到他的面前 对他还是讲经 既然是一只鸟在旁边讲经嘛 那这个菩萨就不必赶紧坐起来 他还是继续躺在那边 你看 佛都能够随顺我们大家 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呢 就是应对众生八万四千种 不同的烦恼习气而舍得 下面是《观物量寿佛经》里面的话 如意诸王涌出 金色微妙光明 其光化为百宝色鸟 这也是基督世界一个奇观啊 如意诸 也叫做摩尼诸 从宝珠生出种种所求 如意 所以叫他做如意诸 那这个如意诸是怎么来的呢 有几个方面 一个是龙王的头里面有 一个是摩羯鱼的头里面有 还有一个是佛入涅槃之后 所烧出的舍利子 以后呢就变成了如意诸 那么在极乐世界啊 你看这些如意诸呢 能够放出金色微妙光明 在光明当中啊 又可以变化出百宝色鸟 那比我们这个世界的鸟好看多了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澳洲啊 那个鹦鹉其实蛮漂亮的 是不是 那个绿色的鹦鹉很好看 但是它上面有没有宝呢 没有 还好它的身上没有宝 如果有宝这些鸟就惨了 是不是 那又会被人呢 给逮住伤害了 而极乐世界这些白宝色鸟啊 菩萨不会去伤害它们 这些啊 全是弥陀 信德之所献呢 就好像变魔术一样 阿弥陀佛呢 能够把它们都给变出来 下面是念头所说的 可见极乐一正 西式如来果决之所庄严 太好了 真的我们看着这个介绍啊 要发达些 你看极乐世界 一报正报 全部都是阿弥陀佛 果决所献出来的 庄专严的现象 这一报我们讲物质环境嘛 修学环境 居住环境 好得不得了 正报呢 是讲人事环境 在那边呢 大家都是菩萨 每一个菩萨 身相 都跟阿弥陀佛一样 相有八万四千 每一相有八万四千好 每一好呢 有八万四千光 光呢 还可以摄受十方众生 世诸种鸟 皆是弥陀变化所做 你看 这个话就讲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极乐国土啊 这些种鸟呢 全是阿弥陀佛变出来的 彼土 这还是讲极乐世界 一色一香 这个色是指的物质现象 这就包括色尘 香呢 就是香尘 讲一个色 讲一个香 就是指的六尘境界 一尘一名 无非中道 皆是不可思议法界之 全体大用 是故彼国 依名字 皆显如来 幸得 原来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知道了 为什么我们升到极乐世界之后 自己的罪障 可以消除得那么快 为什么呢 您只要到达极乐世界 所以遇到的正报 一报 全是自信 变现出来的 谁的自信 如来自信 如来自信 就是指阿弥陀佛 那阿弥陀佛的自信 跟我们自信怎么样呢 是一不是二 所以我们在极乐国土 还没有明心见性之前 弥陀加持我们 让我们的感受 好像就是像明心见性一样 我们在那边呢 每天听佛讲经 每天念佛 到后来呀 您毕业了 什么叫做毕业呢 毕业就是成佛 所以我们到达极乐世界 是莲花花生 从莲花里面走出来 进入到讲堂 听佛上课 讲经 说法 等到我们成佛了 您自然就离开了 佛力 那个射兽之强 没办法说得尽 他不但加持我们 所有到那边的众生 都得到阿弥陀佛 平等的照顾 如来正穷法界 造册新缘 功德就尽 这是赞叹诸佛如来 诸佛如来呢 正穷法界 那个正就是正德 穷就是一发不漏啊 变法界 虚空界 圆满的正德 佛有这个能力 并且呢 他还造册新缘 造是光明 自信 本具的般若智慧 这个策跟前面那个穷 意思一样 是穷尽彻底 心缘 心是指我们的真心 我们的本心 心缘就是指本心的根源 功德就尽 这就更加不可思议了 这是达到圆满佛果位 华音经上讲 妙绝如来 一亿真 一切真故 一究竟 一切究竟 所以我 临到达基督师纪 想挑一点点毛病出来 可以说 绝对找不出来 为什么呢 基督国土 即使是一微尘 它也是达到究竟圆满的 即使是一滴水 同样是究竟圆满 你看华音经里面讲 一微尘里面有什么 它有圆满的虚空法境 这在一般常人来看 很难理解 微尘那么小 放大镜都看不到 巴黎菩萨才可以看得到 可是这么小的微尘 普贤菩萨可以进去 他进去做什么 他参学 因为这个微尘里面 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 里面有佛在那边教化众生 所以普贤菩萨行业品 我们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的确是达到了 理无碍 事无碍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的境界 所以这一品叫做 不思义写脱境界 说到写脱 那是一丝毫障碍都没有 因为没有障碍 它才能够去转动 究竟圆满的法论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目前科技 比以前那是先进得多 但是地球上的所谓的尖端科技 如果拿到极端世界去 敢不敢向那些佛菩萨炫耀呢 现在有个新名词叫做 人工智能 哎呀 说人工智能 那在极端世界开不了口啊 在极端世界改了 叫佛工智能 是不是 那人怎么能够跟佛相比呢 所以极端世界的六层境界 皆是不可思议 法界之全体大用 真的 任何一法都是这个样子 小到尘上 这将外面的物质环境 或者是将我们身上的寒毛 每一法都是如此 这次讲究的世界 是故彼国一名字 这些如来信得 无论您说什么 全是阿弥陀佛信得之所流露啊 如来 确确实实 是一真 一切真 一究竟 一究竟 一切究竟 这个话也是告诉我们大家 从今天起 对待一切人事物 都要用真心 不可以再用虚情假意 又以假明全显实法 故彼土 依明知 细节究竟 偶尔大师说 白鹤是究竟白鹤 共命之鸟 是究竟共命之鸟 世诸种鸟 皆如来信得之所显 故其假明 亦皆是幸得之美称 而非恶明已 这是偶尔大师 所说的大意 真正是讲到究竟 那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部经上所讲的真实之祭 那个祭呀 就是究竟的意思 也就是圆满了 找不到一点点欠缺 自信的圆满成就 阿弥陀佛 在基督世界 变化出这些鸟 来帮助我们觉悟 其实他也知道 我们凡夫呢 有这个嗜好 你看以前的人 其实现在也是很多人 都是喜欢怎么样呢 养那些鸟是不是 有那个鸟笼 把那个他喜欢的鸟呢 就养在里面 其实我们建议大家 不要这样子养这些鸟 为什么 你把它关在里面 它不自由吗 您关它 以后它就会怎么样呢 它会把您给关进去 是不是 一抱还一抱吗 最好让它怎么样呢 在自然界 自由自在的这样子 飞来飞去吗 如果您跟它有缘 它自然就会来到您家里面 所以呢 佛知道 众生喜欢这些鸟类 于是呢 在基督世界 也变这些鸟 给这些往生的大众 讲经说法 度它 我们再来看第二十九愿 注正定聚愿 这愿意蛮重要的 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皆同一心 注于定居 下面解释 这四句经文 由于第五 无差别愿 生彼国者 行貌无差 系统一类 极乐世界 跟我们说婆世界不一样 我们这个地球 每一个人的面孔 形态都不相同 当然是双胞胎 其实双胞胎 您仔细看 它还是有所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念头不一样 它只要有念头 那就不一样 那什么时候才一样 没有念头 没有念头 就相同了 所以极乐世界的佛菩萨 没有起心动念 但是没有起心动念 如果还有那个习气 那还是有差别 所以说 等觉菩萨跟等觉菩萨相比 那还是有一丁点 那个差异 只是我们一般人 看不出来 佛看得出来 你从这就可以知道 佛也厉害 行迹相立 心意同然 心皆同一 住与定居 这就告诉我们原因了 我们这个相貌 体态都相同 这代表什么 大家的心意 那大家的心都归 第一了 它怎么样 它是住与定居 所以周门讲 明心见信 见信成佛 那见信 那个自信是什么样子呢 或者那个大师当初 开悟的时候 不是讲的五句话吗 本自清净 本无动摇 本不生灭 能生万法 本自具主 讲这五句话 这就是自信 自信 没有念头 基督世界的菩萨 得到的身体 法性身 大家也要知道 他那个身 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像 正因为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像 他就可以怎么样呢 变一切像 因为那边的菩萨 没有念头 他就能够起一切念头 那一切念头呢 就是一念 一念呢 就是无念 我们尽忠啊 跟别的八万四千法门相比 妙 妙在哪里 别的法门 不允许我们大家 起念头 起念头就错了 所谓 开口变错 动念机关 而我们尽忠呢 如果说我们起了一个妄想分别执着 怎么办 赶紧行阿弥陀佛 不管是好的念头 还是恶念 立刻把它转成是阿弥陀佛 别的法门 要做到 不起个念头 难啊 不要说别的吧 我们就拿读经来说好了 诸位同修 你今天早上读一遍 无量寿经 这一个小时当中 有没有起念头 还是有吧 这是大家多少不一样 重点是 已经念无量寿经很多年了 我们听说有些佛友啊 每天的定刻是念无量寿经十遍到二十遍 相当不错啊 它能够念二十遍 速度非常快 念一遍三十分钟 可是这个三十分当中呢 还是会有一些想法 这是妄念 那我们尽忠呢 不管它 不管是什么念头 起现性 都把它转为阿弥陀佛 所以大家看观无量寿佛经 由观想念佛 观想念佛 持名念佛 而这个持名念佛是放在最后 请问它为什么放在最后 最好的吗 最殊胜的吗 就像一般人看电影 看戏一样 压轴戏一样 那当然是放在最后面 跟这个愣言经 二十五元通 也是一样的表法 用别的法门 要把自己的杂念妄想压住 太难太难 我们做不到 真的做不到 唯独呢 尽忠 这个人人都能够做得到 所以大家平常啊 多念佛 那看一下自己念佛功夫如何呢 您如果到外面呢 比如说到这个购物中心 去逛一下 看了这些琳琅满目的物品 商品 没有任何贪心 起现性 那证明您呢 念佛的功夫还不错 如果说车子一开进去啊 人就已经心花路放了 那不行呢 那还是着相的嘛 所以经上所讲的 注于定据 就是指的念佛生命 我们在一些静缘当中呢 让自己的心思呢 完全都定在这句符号上 虽然每天跟大众啊 和光同诚 但是呢 我不受外面的人事物的影响 为什么 我知道一个真相 凡所有相 这是虚妄 都是假的嘛 有什么好想的 我们呢 牢牢地抓住这句符号 一心持名 求生尽度 这个是真的 这个将来可以到达极乐世界 所以说到 注于定据 我们要让自己的心 愿 行 得 四个方面 都要像阿弥陀佛一样 那是不是一样的呢 那就要看无量寿经了 无量寿经是标准嘛 关于这个定据啊 下面也有解释 它是指正定据 乃三据之一 三据包括一切众生 这个据啊 就是据类的意思 佛把一切众生呢 分为三大类 所以叫做三据 大家看这个中文字啊 据 下面 上面这个曲 你可以看得出来 对不对 那下面是什么字 三个人 这个就叫据 下面是三个人 关于这个三据啊 大圣经小圣经呢 说的意思不一样 在这里也给我们解释了一下 一整 一正定据 必定正物者 我们每天念阿弥陀佛 就能够怎样呢 大测大悟 明心见心 我们念阿弥陀佛呢 绝对可以生到极乐国土 这就叫做正定据 所以大家想要把佛号念好 真的这个世间的人事物 不要再去理会他了 这古人说得那么好 一切随他去吧 师父上人在世时候不就讲吗 他为什么 智慧这么高 因为他不管人 不管钱 不管事 他什么都不管 我们凡夫 没有这个智慧 每天怎么样呢 喜欢管人 喜欢管事 更喜欢去管钱 把钱抓得死死的 那这样就会生烦恼了吗 其实想要管人事物啊 也可以 什么时候才可以管呢 当你管人事物的时候 不起心不动念 这个当下就可以去管 还没这个本事 暂时不要去碰它 不要接触 把自己心管好重要啊 这是正定据 第二个呢 是写定据 必定不正物责 这个就很麻烦了 虽然这个人呢 他也念佛 我们就讲尽忠好了 虽然这个人也念佛 但是他这个佛号当中呢 夹杂着 贪嗔痴慢 无欲六成 明文力一样 所以他嘴巴是在念佛 但是他的心在哪里啊 才是名利上 那他念佛最后还是不能够了生死 我们是举这个例子 我们是举这个例子 这是讲到协定据 第三个是不定据 那这一类啊是介于正定据跟协定据当中 该有缘则正物 无缘则不正物也 所以这个关键就看他遇到什么样的缘呢 中国古人所讲的吗 敬诸者吃 敬末者黑呀 这是完全看他是跟哪一种人在一块 如果是跟真正的念佛人在一起呢 他念佛功夫容易深究 可以往生 假如说遇到一些儿 一天到晚都是嚼舌根的 喜欢呢 毁谤人家批评人家 喜欢呢招恶业的 那这种人呢 将来肯定会堕落 堕山土 这个是不定据 好 这是一种说法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讲法 会书里面说 定据者 据云正定据 一言不退转 便是菩萨阿彼拔之也 那这个解释啊 意思就深了 阿彼拔之 翻成中文就是不退转 那至少都是明信见信的菩萨 他到最后怎么样呢 正得佛果位 回到长级光景度 云和明正定 凡一切众生 虽根信万疏 以类拒之 不出三种 以必堕六驱为邪定 我们看了这个说法 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是不是 我们现在在哪里 我们现在就在六驱里面吗 那既然在六驱 我们是什么剧啊 就是协定剧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地修行 真的人呢 如果没有正念 那起的全部都是恶念 很可怕 有恶念 有恶与恶行 那将来必定躲三恶道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协定 以生辰随缘为不定 这叫不定 他如果是遇到学佛的人 他就愿意修学佛法 如果他遇到的是基督教的信徒呢 他就想求生天道 你看 他是遇到的缘 不一样 将来得到的果报呢 也是不相同的 我们现在遇到的缘 是无比殊胜 是尽忠 以定制菩提为正定 什么叫做正定 他将来决定能够正得菩提 那这个菩提是指 无上正得菩提 他称佛了 再看第三个说法 据起信论 这是大圣起信论 满民菩萨行 实信以前之凡夫 不信因果为协定 这一开头又说到我们呢 我们算不算是实信之前的凡夫 是啊 那我们怎么样呢 不信因果 如果说这个人他能够真正相信因果 他绝对会呢 他绝对会呢 修善因 将来正善果 那念佛呢 他相信念佛 好 极乐世界 好 他就愿意支持名号 求生净土 这叫深信因果 实柱以上为正定 实信之人为不定 实柱在实信的上面 从实柱开始才属于正定 那出信到实信呢 这叫不定 为什么我说他不定信呢 因为他是起起伏伏 有升有降 有进有退 那到了实柱 菩萨他就不会再退了 他再怎么退 也都会再出处 他不会再回到 实法界里面来 所以说达到不退转 才叫做正定 你看这个标准非常之高 此乃实教 大圣之说 这三句啊 有三种讲法 第一种讲法呢 是最为普通的 大小圣通说 我们今天呢 知道三句里面 自己是属于哪一类的 知道之后要不要调整 这可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人 他不想求往生 极乐世界 那就不用说了 那就随他去吧 那假如说这个人 想要了头生死 出轮回 那他就必须要认证 他就必须要警惕 丝毫麻糊都不可以 一个人能够有警觉性 还是来自于天庭要听经 天庭要听经 天庭要反省 天庭要念佛 所以我们看在前面所讲的吧 那个不定句 以及邪定句的人 就不能够往生 就不能够往生 假如说我们这一生 对于极乐世界 信愿不够坚定 道心不强 那就很容易怎么样 被别人影响 诸同修 您念佛这么多年 有没有被别人影响过 有的同修说 没有 您现在没有 不代表以后没有啊 因为不晓得那个冤金在住 什么时候冒出来 是不是 那怎么样不受别人的影响呢 只有一个办法 不离开经教 天天自己要找时间读经 要看住解 要听啊 要听经啊 还要念佛拜佛 这个前面有讲到一个名相 实教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名相 我们一起来看参考资料 上册 二百二十七页 参考资料 上册 二百二十七页 大家找实教 物生药汇报的内容呢 跟这个参考资料里面呢 有一些不一样 我们对照着来看 二百二十七页 实教 跟实教相对的 就是全教 佛告诉我们 藏通别之三教 为实教全社而还费者 根据天台家所判的 藏教通教别教 都叫做全教 藏是小圣 通呢 是大圣法的开始 前面通小圣 后面通大圣 所以叫它做通教 而别教呢 那个别是指的 纯粹大圣 它不通小圣的 就是有别于小圣 这个藏通别 虽然有高低层次 但是呢 都没有见性 换句话说 大家都还是用啊 阿里耶 别教 用这个阿里耶 用的证 藏教通教是证法 它里面呢 有夹杂的妄想 杂念 所以它不纯 那别教菩萨 虽然它还 虽然它纯 但是它还是用的 妄心 还是用了阿里耶 等到它能够 转阿里耶 为大圆境之 那才叫做什么 实啊 所以向中说嘛 转实成之 这是真实的 阿里耶是妄心 是生灭心 实教呢 就不用阿里耶了 纯粹是用了真心 真心不生不灭 不长不断 不来不去 这是我们的自信 另外这个实教啊 是如来出示原意 真实之教法 第四支 原教也 所以原教呢 也叫做实教 天台家 判的这个 藏通别原 四教 原是实教 藏通别呢 都叫做全教 全 是说 善巧方便 在指观第三卷里面讲 全走 是全谋 也就是说 它是战士的 占用环废 当时用它一下 到最后怎么样呢 还是把它放下 就像一个桥梁一样 你走过去嘛 您既然过了这个桥 还要不要把这个桥抱着走呢 不可能嘛 哪有这样的人呢 过了桥就走了 就把这个桥就放下了 实是实路 究竟只归 原来这个才是真实的 我们得到之后呢 永远都得到 它不是战士的 它是永恒的 前面三种呢 都是有时间性的 我们把这个四教啊 做个比方 藏教呢 如同这个小学 通教如同是中学 别教呢 好像是大学 实教呢 如同这个研究所 等于拿到博士头衔 那就成佛了 在子官后面讲啊 以大事出事 这个话我们在法华经上看到 世尊说嘛 诸佛如来 来到世间做什么 为了以大事因缘啊 才出现于世吗 那是什么大事因缘呢 就是要帮助我们众生 破弥开悟 离苦得乐 转返成圣 转恶为善 它怎么做呢 天天教学 天天上课 不间断了 每天上课几个小时呢 八个小时 所以啊 缘为缘顿一时止观 而失三观止观 佛是真的 就是教我们呢 缘顿一时止观 这是如来的境界 这是究竟 圆满的觉悟 可是这么好的东西啊 一般众生呢 没办法接受 为什么 我们的习气烦恼太重了 所以 所以佛不得已就怎么办呢 好吧 既然你一开始不能够进研究所 那就怎么办呢 先读一年级吧 先读小学咯 一个级别 一个级别慢慢提升了 到最后 就达到了 缘顿一时 也就是失教 华言经 是缘顿法门 我们知道菩萨分为五十亿个阶位 入华言境界的人 那至少都是原调出注 开始 所以实性位还不行呢 在前面我们刚刚不是看到吗 实性之前的众生呢 就像我们嘛 我们是实性位之前的 下面的众生 我们不相信因果 我们是协定这一类的 幸好这一生 遇到了佛法 尤其是遇到了净土法门 太殊胜了 说到因果 最难理解的一种因果是什么呢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这个因果 一般人都不相信呢 不要说人不相信 连很多阿罗汉 但彼此佛全教菩萨都不相信 你看一下 《观无量寿佛经》 里面讲的三幅嘛 里面有一句话就说 身性因果 那这个身性因果放在哪一幅 这摆在第三幅 他没有出现在第一幅 也不在第二幅 第一幅是仁天佛 第二幅是身为原觉 全教菩萨 到了第三幅 那才是法神大事 他们才懂的 所以呢 能够相信呢 敬重 死心塌地 知识名号 这个人不是一般人 这是什么人呢 就是一般佛门常说 再来人 他过去身中 修学尽忠 很多次 清净的佛呢 非常多 如同《无量寿经》上所讲的 清净过 无力述 诸佛如来 所以他阿列室里面 这个金刚种子 这个佛种子 非常之多 那这一辈子 再遇到净土法门 他就能够相信 他就能够接受 他肯死心塌地 支持名号 求生净土 如同我们 这个十一年前 往生的 贤功劳上 他老人家了不起啊 他就说是不是 他从来没有读过《无量寿经》呢 也没有听过别人讲经 他是不是跟他讲了几句话 教他好好地念 南无阿弥陀佛 他这句佛话念了多少年的 九十二年 到最后怎么样 人家入正定居了 他到极乐世界去了 哎呀我们再想想啊 当我们这一生 念佛要往生的时候 贤功劳上 会不会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我们 当然会 我们几乎每一堂课都会提到他 是不是 那就跟他有缘嘛 您只要经过我们这个办公室 不就看到他老人家的圣像了呢 所以说 贤功劳上也跟阿弥陀佛一样 天天都在加持我们 大家好好念佛 必定呢 将来也能够跟诸上山人呢 共聚一会呀 我们全都是正定居 不学勿胜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初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诸位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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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